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月10号 地点 人民大会堂浙江厅 人物 70岁的贺龙 59岁的林彪 浙江厅内是另外一个世界 浅绿色的地毯 浅绿色的沙发 浅绿色的帷幕 把空间完全围住 营造出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 这里没有光 没有风 没有水声 平时只开几盏小灯 厅内光线暗淡 白天如同黑夜 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引导下 贺龙来到那个光线晦暗的空间里 林彪脸色苍白的吓人 贺龙知道林彪怕光 怕水 怕风 没想到怕到了这种地步 林彪握住贺龙的手 按理节寒暄了几句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 谈这么大的事 即使不谈个几天几夜 谈几个钟头还是要的吧 两个经历过生死考验的元帅 相识已久 相知已久 长久以来有一些不大不小的机怨 此后怎么走 将在接下来的一小段时间内决定 就如同二人曾在战场上做过的决定一样 生死只在一瞬间 合作还是决裂 将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 如果合作 那就携手推翻 挡住领袖去路的那个人 若决裂 那就不好意思了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虽然曾经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走到今天 但是为了将来的路 还是要画出个道道来 寒暄过后 贺龙直接说明来意 林总 我今天来想听听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这是第一招 很直 已如贺龙长期以来的说话风格 虽没明说 但都知道是领袖的意思 林彪说 贺老总 我对你没有意见 一个虚招挡了回去 这是第一个回合 贺龙很直接 林彪必时就虚 不 林总 总会有一点吧 贺龙再次出招 那意思 没意见 那我过来干嘛 找事吗 我很忙的 林大人 咱们都一大把年纪了 腿脚也不零点 你天天搞隐居 见个面也不容易 林彪沉默了一下 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 装着不经意的样子 说 要说有吧 也只那么一点点 就是 你的问题可大可小 主要的是 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 支持谁反对谁 林彪没有在避让 一下子亮出底牌 赶紧利索 一如他的作战风格 所谓行家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高手过招 很快很致命 贺龙也不含糊 林总 我革命这么多年 支持谁反对谁 你还不清楚 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 我就反对谁 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 我就支持谁 很犀利的反击 很标准的客套话 那个年代 绝大多数巨人都会这么回答 然后再次寒暄道别 一共两个半回合 就结束了 大家已经亮出了底牌 剩下的就是战斗了 结果如何 各安天命 搞笑的是 短短两个半回合的交手过程中 那位唯恐天下不乱的 林夫人叶群女士 正与几个警卫员在幕后埋伏 防止贺龙突然掏枪 要了林彪的性命 简直是在拍电影 不是吗 现在公认的解释是 66年10月10号那天 林彪在浙江厅 试探拉拢贺龙不成 恼羞成怒 才对贺龙出手 好像贺龙要说林总 贺胡子我以后跟你婚了 林彪就会笑诸言开始的 仔细分析一下 这个结论 就算不完全是胡扯 也是胡扯一半 就算不是故意胡扯 也是无意中胡扯 别开生面的会面中 虽然只有林彪和贺龙两个人 实际上还有一个没出现 就是领袖毛泽东 实际是毛泽东 在对贺龙做最后的试探 毛泽东为何让贺龙去拜见林彪 他想要林彪 从贺龙那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举动 贺龙向毛泽东表示忠心 不奇怪 任何人询问贺龙都是这个答案 不仅仅是贺龙 当时所有人都会表态忠于毛泽东 打的都是毛泽东的旗号 但并不是所有人在行动上都听从毛泽东 比如说刘少奇和邓小平 行动上其实已经背离了毛泽东 毛泽东要剔除那些口头上忠于他 行动上不听话的人 具体办法就是选择林彪为代理人 如果完全认同毛泽东 就应该认同毛泽东选择的代理人林彪 要想进一步对毛表达忠诚 必然要对其代理人表达忠诚 想当于转了一个腕 不认同林彪 就意味着不完全认同毛泽东的选择 就要挪到一边去 那一刻 不是林彪在问 是毛泽东在问 毛泽东想让贺龙表示跟随林彪 如果贺龙回答跟着林总走 那么贺龙还是那个贺龙 还将继续主持军委事务 既不会被打倒 更不会被迫害 毛泽东绝不会真的让贺龙跟着林总走 他会把贺老总紧紧攥在手心 成为牵制林彪的棋子 伟大领袖 不是一个喜欢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人 如果贺龙选对了 913之后 领袖至少还有一个真正的依靠 也不会那般孤单 然而此时的贺龙 正如庐山之上的彭德怀 再也不愿意撤退 鉴于此 林彪的表现 绝不会像现在资料中描述的那样 被贺龙一身正气羞辱 贺龙的答案正是林彪想要的 如果是罗瑞卿 一直从实际行动中忠于林彪 没问题 因为罗瑞卿 一直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 可以融入林彪一系 贺龙是一个林彪消化不了的人 战争年代 贺龙领导过林彪 林彪没领导过贺龙 就算贺龙暂时尾身林彪 一旦局势变化 贺龙很快就能去林彪而代之 因为贺龙有那个威望 对此 林彪心知肚明 如果林彪是有野心的 一定在心里暗息 贺龙的回答等于给他自己判了死刑 拿下贺龙 意味着毛泽东的军队代言人 只有林彪这一家 别无分点 他林彪能不窃喜 如果贺龙回答跟着林总走 那林彪才要仔细看看 眼前这位看似豪爽的同僚 林彪不会忘记 在彭德怀没倒之前 彭德怀每一次干得罪人的事 如凡教条主义 林彪都会表示 紧密团结在彭总周围 听从彭总领导 彭德怀一完蛋 林彪才上来 那天之后 贺龙失去了最后的机会 布局和代价 贺龙再一次当了英雄 再一次付出代价 39年前 南昌起义的英雄付出的代价 使数十口人断头流血 这一次则是贺龙自己的生命 在9月10号之前 局已经不好了 早在上海批判罗瑞卿期间 叶群拜访老朋友薛明 说林总对贺总很关心 我对贺总很崇敬等等 两个人口是心非地应付了一番 两天之后 叶群再次拜访老友 这一次不仅仅是唠嗑 而是指出 我提醒你一个问题 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 这样的情况 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 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 要说你们通军统 你们可就说不清了 林月琴是罗戎桓元帅的一双 罗戎桓和林彪 是十大元帅中和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两位 毛泽东信任罗戎桓的政治水平 就如同信任林彪的军事水平 林月琴弟弟那事 本是一桩冤案 现在翻出来 只是因为林月琴和贺家珠的劲而已 无非是警告贺龙 小心点 66年初 贺龙去了趟四川 等贺龙回来之时 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罗瑞钦 彭真 杨尚昆等人 已经成了反革命 林彪已经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政变演说 非但如此 林彪还说贺龙手很长 到处插手要拳 之前他也是这么说罗瑞钦的 这些还只能算清风细雨 对付统帅级的人物 真正的杀招有两个 一个是李通外国 另一个就是兵变 彭德怀一顶李通外国的帽子 戴了十几年 贺龙则身陷二月兵变难以自拔 关于二月兵变 现在的结论是这样的 林彪康生等人为打倒贺龙彭真而捏造的谣言 这个结论基本靠谱 但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 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66年春 大联兵 北京军区 拉出去拉链 京城守卫有点弱 那时代中苏关系很僵 中央担心苏联对北京搞突袭 中央军委从北京军区之外 调了一个加强团 守卫北京 因一时缺乏营房 曾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处 借房 后并未入住 文革发生后 北大的活跃分子据此 写了一篇大字报 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 并被传钞 引起强烈反应 书生就是这样 常常意气用事 人家搞兵变 也要秘密点的好不好 当时毛泽东和林彪都在武汉 打练兵过程中的军队调动 都是毛泽东和林彪布置的 北京的刘少奇 周温来 邓小平 贺龙等人 均不知情 所以才有贺龙 按照刘少奇的意见 调动一个加强团 守北京的事 这应该算 国家主席刘少奇 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 贺龙的分内事 然而 当时正是布置文化大革命的 关键时期 任何一兵一族的调度 都会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后来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 不了了之 毛泽东要搞文革 得有一个前提 掌控大局 工人学生出来 喊打喊杀之余 还斗倒一批人什么的 但整个大局 还在控制之中 遇到外敌入侵 可以迅速做出反应 在没有外敌的情况下 国家也不会分裂 改乱则乱 但这个大局还在 这是文革十年 和所有纷乱年代 最根本的区别 就是因为 这个大局还在 从文革转向改革 也就是若干年的事 在毛泽东看来 贺龙此举 就是在听命于刘少奇 联系到贺龙之前 保罗瑞卿 以及之后 在生活会上 不愿意表态 批判刘少奇 毛泽东的耐心 已经到了极限 等到七月份 康生同志出马了 说彭真搞兵变 当时彭真 已经是反革命了 脏水任人泼 康生同志说 今年二月底三月初 彭真他们策划政变 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 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 他们的计划之一 是把北京大学 人民大学 每一个学校 驻上一营部队 这个事情 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康生为何 如此卖力宣传 彭真的光辉事迹呢 就是要引出贺龙 彭真和贺龙关系不错 而贺龙在北京主持军委 彭真告政变 贺龙当然脱不了干系 但是当时是七月份 毛泽东还在争取贺龙 所以康生同志 只能在私下里散布点谣言说 贺龙私自调动军队 搞二月兵点 在北京郊区修碉堡等等 和康生活动对应的是 贺龙的表现 66年7月11号 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 贺龙在发言中 严厉批评无法宪 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 只报喜不报忧 政治思想工作薄弱 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等等 空军是林彪亲自抓的 是林彪的后花园 无法宪只是代理人 贺龙这么批无法宪 相当于把手榴弹扔到林彪面前 大概是李作鹏和无法宪 这两位还是嫩了点 不仅仅贺龙 其他老帅看他们也不爽 纷纷发表批评教育的言论 搞得林彪很被动 只好说 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 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贺龙针锋相对地说 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 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吗 这是明摆着要军权吗 而且是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要军权 就贺龙的地位而言 算不上要军权 就文革之初而言 完全是在要军权 所以此后 林彪把无法宪叫到毛家湾 叫到约 贺龙是有野心的 到处插手 总参 海军 空军 政治学院 都插了手 然后吩咐无法宪 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 写个材料送给他 这一天是8月28号 又过了几天 9月2号 林彪又在电话中指示 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同志 你要注意贺龙 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 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 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 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所谓材料 就是告密信 贺龙在7月份批评无法宪 为啥到8月底才写材料呢 那是因为8月份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 这次会议上 林彪成了党的副主席 刘少奇地位下话不说 还在党的生活会上享受了批判 大家都在发表看法 刘少奇也是主动检讨 唯有贺龙不表态 贺龙此举耗尽了毛泽东的耐心 林彪已经知道贺龙快完了 便给毛泽东寻找拿下贺龙的借口 材料很快写好 送到了毛泽东手上 9月5号 毛泽东把无法宪写的材料给贺龙看 跟贺龙谈了谈历史问题 包括民国初期的护国战争等等 用意还是告诫贺龙安分点 民国初期的贺龙是什么人 典型的不安定分子 当然毛泽东也安慰了贺龙 说不要怕 我当你的保皇派 并且重申了那三条 忠于党忠于人民 对敌斗争狠 能联系群众 这叫大棒加胡萝卜 还是想促使贺龙回心转意 大棒来自林彪 胡萝卜来自毛泽东 这是所有领导人的用人之术 即好事自己干 脏活累活留给追随着 古今中外的领导干部 玩不赚这招的都不合格 胡萝卜之后又是大棒 三天之后 9月8号 也就是贺龙和林彪决定性会晤的前两天 林彪在军委会议上打招呼 贺龙的问题很严重 第二天也就是9月9号 毛泽东建议贺龙去拜访林彪 实际上在拜访林彪之前 贺龙的地位已经风雨飘摇了 然而风雨飘摇中的贺龙 依然做出了让人尊重的选择 即坚持自己的意见 不愿意低头 1966年9月10号那天 我们又看到了1927年8月1号 那个豪气冲天的男人 那颗无所畏惧的心 神虽老 心不死 然而当英雄 是需要代价的 贺龙固然英雄了一瞬间 但也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9月10号之后 风雨之中的贺龙更加飘摇了 那阵风便是人类历史上 独一无二的文化大革命之风 在那阵风中 贺龙的命运如何 刘少奇的命运如何 林彪的命运如何 甚至毛泽东的命运又如何 都将继续进展 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行为 也都将为自身的立场行为 付出代价 他们的故事还没完 在进一步讲述之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续听第三卷 文革密码 播客地址已置顶听论区